5月7號的下午5點 然後在二十分左右 它是一個下班時間 可能在赤字路口 車流量比較大 可能就比較速的光燈 在通行當中就發生下了一個事 當時是長火長紅燈 看著前面那個燈應該是黃燈 那黃燈在閃爍可能是1點幾秒就變過去了 那我想這一切的責任也在車禍的一個鑑定報告 沒有酒駕的問題 四個都在四十分之的時間 那我還是在強調 我可以跟家屬協助善後的事 既然發生了 我們想跟家屬 就誠心 跟他們的面對 來協助家屬善後